就是有聽你的時候有講到說我們柯委是那個陽光女孩 好像有一些人有遺憾 柯子仁當然是來自南部的陽光女孩 我要強力的譴責在21世紀今天 民進黨跟他的側翼竟然還有年齡跟性別的歧視 今天只要心中有陽光就是陽光女孩 誰敢說不是 蔡英文出來說不是吧 他是辣台妹 對 大家應該要有這種態度 怎麼會一個民主進步黨變成這麼退步 對性別的歧視對年齡的歧視在台灣的今天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些人可恥 我補充一下柯子仁離開高雄的時候是陽光女孩 再次回到高雄是陽光女孩的媽好不好 我女兒很陽光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 只要心中有陽光 都可以稱陽光女孩 如果有任何性別歧視或年齡歧視 我們都是強烈譴責 這些人真的是可恥 我跟她說說是陽光女孩的生命 我會說是陽光女孩的生命